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加F一干 F上面加一干就代表了平均值吧 就是这个高度啊 大家知道是什么呢 是A到B这个区间上的定计分 有没有看到这个分子具有很强的几何意义啊 实际上是不是就是这个矩形的面积啊 大家再告诉我 再除以多少 B解A 再除以B解A啊 大家说这就叫平均值了 小概念 以后一个函数在B区间上的平均值 是不是就是定计分 追这个区间的长度 你不能忘记啊 你不要说我不懂 我输过 下面我就开始讲第二个 这个我输过了 这个解释的水平是非常高的 定理都摆着了 但是你发现没有 就是讲出的这个道理 有些人讲出的很好接受 叫积分中值定理的推广 大家知道后面有推广这两个字 现在是什么呢 条件一样 我写啊 是FX 是属于CAB的 接着我 在B区间的连续 大家说跟积分中的定理的条件的吗 有区别吗 没有 则 存在Cheta 属于AB的内部 使得A到B这个区间上FX的定计分 是F7的乘以什么BJ 有些人甚至惊奇的发现 老师你错了 我怎么会错呢 有些人不复发说老师我告诉你你怎么错了 你区间好像写错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积分中的定理 跟推广的积分中的定理 什么都没有的区别 就一个区别 积分中的定理说Cheta 是B区间 而推广的积分中的定理说Cheta 是个K区间 你们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两个定理是矛盾的 这两个定理是不矛盾的 我来解释 我打比方 我打个比方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把道理想通了究竟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假如说现在某一个有某一个岗位 没有给我唐老师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是我没有能力干这项工作 在我们数学上就表明是不是取不到 你取不到 大家说也就是比如说某一个某一个处长的岗位 这一次这个选拔领导干部了 结果这个地方有个处长的岗位 结果这一次没有选了唐老师 两种可能 也就是说是不是 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唐老师没有这个能力去干这个出展的位置 这个叫取不到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叫活该 你能力不行吗 第二种情况是怎么回事 是我有能力干 就这个位置 我真有能力去胜上这个工作 但是领导不喜欢我 领导说哎呀 那个汤姆人 是不是 是某坑里面的砖头 你们不知道某坑里面的砖头 什么意思 有臭阴阴 是算了 这位置不考虑他了 他是 你现在告诉我这种情况之下 我问你唐老师能不能有没有能不能取这个位置 来 但是是不是别人不考虑了 懂得我的什么呀 这是有区别的 第一种情况我问你 是不是我们有能力干这个工作 那是不是就取不到 第二个是我有能力干这个工作 但是领导不考虑 大家有没有发现是不是 我是可以取这个点的 别人说你别取了 你能取的还是不给取吧 现在我就问你 这个切套属于AB这个K区间 你告诉我什么意思 是不是切套不能取A也不能取B 不是 听到我问是没有 也就是切套是不是取不到A也取不到B 不是 大家是不是刚刚亲眼所见 是不是切套是有可能取得A也取得B的 听好了我要说清楚切套所以K区间 他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切套取不到A也取得B 他没有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说切套取A有没有可能取得 有可能啊 切套取B有没有可能取得 有可能啊我不取 我不取 大家都不取与取不到是有区别的 大家告诉我这个地方是取不到还是不取 不取 我告诉你的是区间的里面怎么 是一定有的 懂得我意思没有 是不是区间里面是肯定找得到切套使得这个等式成立的 他强调的什么 就左右两个端点是不是我不考虑 懂不懂啊 我就不考虑你A跟B这两个点 我就跟你说一句是不是区间的里面怎么 自己看图吧 我问你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切套是不是 这里面吧 你等一下 大家不要着急 这个地方是不是切套是可以取得A取得B的 但你有没有发现里面有没有 有没有 对了 所以推广的几分钟内定理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并没有说AB取不到 他有没有说AB取不到 他没有这个意思 他只是说是不是AB咱们就不考虑了 是不是保证是不是区间里面是百分之百有啊 他强调的是什么区间 开区间 你看啊这东西很啊 他并没有说左右两个端点取不到 他的意思说是不是区间里面肯定有啊 两个端点是不是咱们就不理他了 我这个解释大家能听懂吗 好了 我来证明 不讲话 大家看到这两个定理 一个是B区间一个是K区间 你信不信 天然之别用法都不一样 用法都不一样的 别急 我开始讲了啊 另 大FX 是A到X FT的积分 懂吗 也就是是不是我够着一个积分上线 说吧小FX连学 是不是这个大FX可到啊 再说一下子呢 大FEPX等于谁 没学过啊 你们没学过啊 是不是等于FX啊 学过没有啊 有没有看到这个大FX是可到的 因为小FX连学是不是个人的变积分 现在按说就可到吧 而且大FX的导致是小FX 等一下 我就问你 A到B FX的积分 你说吧 其实就是大F什么 说吧 大FB啊 啊 对不对啊 是不是就大FB啊 对不对啊 我再讲个大FA 可以吗 说一下子大FA等于 大FA等于你 是不是讲个你没问题了 他老师问你一句话 你见到大FB 你见到大FB 减去大FA 你有什么冲动 所以你们这些孩子 学东西就不咋死啊 我讲过啊 中指定理部分 中指定理部分讲过啊 哪个懒日啊 我没讲过啊 你们回忆一下 我讲过没有 对一个可到的函数 见到了大FB 讲减去大FA 这些人的大FB 立马就有哪个懒日的冲动 你没有这个想法 说明你学得不到位 我讲意识很重要 对不对啊 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别急 所以你看到 你比如讲我举个例子 一个自然灾害来的时候 总有一些官员会倒霉 为什么呢 他这个意识不行 大家有没有发现 你说有有有什么 自然灾害的时候 你平时喝酒的 你这个时候不喝行不行 他并没有喝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某一个岗位上出来 是不是立马就朝你 你昨天干嘛的 陪朋友喝酒的 完蛋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是我是当官了 我跟你讲是 我到了自然灾害的时候 平时喝酒现在不喝了啊 是不是就住在办公室等指示 看看情况 是不是啊 到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完全就可以品上老模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经常讲啊 包括你们在座的年轻人也是 一既然有好多人成功 你知道不知道 成功是属于有心人 对吧 你看看我有朋友圈子 有这一种 就是分批了一个单位 他的学历不如你每个人 但是他后来精神比别人快 你知道不知道 他就告诉我一个诀窍 他说什么 他说领导分批一个位置 分批一个任务 他非常努力的去把它完成 完成了之后 他什么 他别忘了跟领导说一下 某某领导 你交给我的事情 我做好了 以后没发现长期的领导 就现在了嘛 是吧 当然我这个 这个朋友圈子 有一个朋友 这个讲了一个笑话 二零零几年的时候 大家说那个时候 是不是笔记本 还没有普及嘛 然后呢 就跟领导说 因为他领导对他不错嘛 然后他就跟领导说 说某某领导 他说我想买个笔记本 你没发现那个领导说什么 你买个笔记本还跟我请示嘛 自己去买啊 买两本啊 买回来以后 他就带着这个机会 去买了两本 这买了两本 每一本都一万 接近两万块钱 买回来三万都接近四万 把票据给领导报销 说 某某决长帮我把这个 把这个票据报销一下 那个领导说了 我叫 我什么时间叫你买电脑的 然后我这个朋友就说了 某某决长 这就是笔记本 没文化蛮可怕的吧 可怕吧 这个没文化太可怕了 是不是 我这个朋友太聪明了 跟领导说不是买电脑啊 我买笔记本 他就欺负领导没文化 领导还追加了一下 买两本啊 哎呀这个领导 如果当时买十本 是不是我也可以买 也可以分一本了 是不是 蛮好玩的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所以告诉我一个帮位 感到很搞笑啊 但领导还特意摆脱一下 又买两本 买回来三万多 是不是 所以要好好学习嘛 没文化太可怕了 回答我 见到FB减确FA 想到什么 那个男人 你要一种意思啊 告诉我 大F一匹切的 称义什么 B-A 懂吗 大家告诉我 大F一匹切的 谁 自己看 小F切的 称义什么 B-A B-A 等一下 哪个男人是什么区间 哪个男人 K区间 A 小于切的 什么 小于B 你看我这个证明 能接受吧 是吧 现在就掌握他 有没有 怎么用呢 他老师告诉你 精彩的用法 例题一 Fx 是属于 C 0到2的 Fx 在0到2上 是连续的 0到2内是可倒的 另外 两倍的F0 是等于0到2 Fx的积分 请你证明 存在切的 位于0到2的内部 是的 Fx Fx的 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个结论 是弱形的结论 弱形的结论 是不是要找两个相对 懂不懂 大家知道 B区间的 连续K区间的可到 是不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 这是常规啊 也就是终止定理的 必备的条件了 但是这个条件 就要值得思考了 这个条件怎么思考 大家知道 两倍的F0 是不是不需要思考 就两倍的F0 右边很值得思考 你们有孩子说 老师啊 用几分钟的定理 我学你啊 用几分钟的定理是不是啊 等于FC 乘以什么 阿简林 你给我听好了 C属于什么区间 几分钟的定理 是B区间 你的意思就是是不是 哦还有你也是能取得的 是不是有可能取得的 大家看到这个实际上 是不是就是两倍的FC 好吗 用什么 用如何 你激动的太早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C 有可能取得税 C是不是不排除取什么 C是不排除取0的可能 大家这么认为 这个C是有可能取得0的 取得0 大家就跟左边是0 是不是同一个点啊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用几分钟的定理 是有漏洞的 啊 是不是这个C是有可能取得0的 那不行 大家说如果这个C取得0 是不是F0等于F0啊 这东西还能用的话吗 没法用了 懂了没有 不可以 所以这个题目如果用几分钟的定理 你就错了 那用什么呢 请看看我的证明 我0大FX 是0到X FT的几分 我啊 就你一个几分上下数 大家告诉我小FX连续是不是 那么大FX这就可到吧 大FAPX等于什么 小FX 懂了没有 所以你看我讲的很清晰啊 行啦 下面告诉我一下 0到2FX的几分 谁啊 说 哎呦 就是大FX的 这减出个什么 大FX的啊 你有什么想法呢 什么想法 哪个男人啊 是不是等于大FPC啊 乘以2-02啊 啊 是不是等于两倍的小FC啊 告诉我 哪个男人 什么区间 K区间 0 小于C 小于G 啊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次 应该说明确的告诉你 C出不到谁 谁出不到0了 那不就行了吗 你左边是不是两倍的F0 这边是两倍的FC啊 这样一来可以得到F0 是吗 等于FC 我再跟大家确认一下 我的C能不能许到0 不能许到0 是不是这是标准的两个不一样的点了 如啊嘛 就存在其他 属于0到C的内部 如啊是K啊 最终还是属于谁 0到2的内部 是得F1P其他等于0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叫几分中的定理 一个叫几分中的定理 他们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切到前面切到所以必须间 后面切到所以什么区间 K区间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定理这一点点差距 你有没有发现用法完全不一样 啊 是不是用法都不一样的 用法都不一样 好了 现在 汤老师告诉你这个应该是立体二是不是 嗯 是立体二吧 前面有个立体一了 前面是不是几分中的定理用的是立体一啊 我再继续 你们看书看到枯燥无畏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要讲啊 你看我就讲了 首先大家能听得懂 实质非常深刻 Fx Fx 所以Cb Ab内可到 不 二阶 B区间在联续 K区间里面 几节可到 二阶 二阶可到 另外我告诉你 Fa 等于Fb 等于A到B Fx的几分 等于几了 零 请你证明 存在切塔 位于Ab的内部 使得F2P切塔等于零 大家一看就知道 是不是弱形的问题 大家还知不知道 只要证明F2P切塔等于零 我们有两个思路 大家说第一个思路 是不是找三个相等 第二个思路 是不是找两个直接到处 说两个一阶 倒出相等 是不是也行啊 那么这个题目 大家一看就知道 是找三个相等 为什么 是不是Fa 已经等于Fb了 你如果再找一个等于 那也行啦 大家告诉我们 希望之处在谁的身上 大家有没有发现Fa是零 Fb是零啊 大家你想一想 是不是再找一个点 也等于零 是不是我们就成功了 希望之处在这 我们有好多在立马就说 老师啊 用激凡中子定理 你告诉我能不能 不能 激凡中子定理 最后得到的那个指啊 是不是端点 是有可能取到的 懂不懂啊 也就是你如果用激凡中子定理 是不是那个中子 是不是可能取到A 可能取到B的 那这个漏洞是很大的 我们一定要求 是不是取得点 是不是在内部 一定要内部 能听懂吗 请看我的 我说了只要你们大家肯学习 我肯定努力 懂了没有啊 你不要看我唐老师 外表上看上去有点 我经常调侃 一久的孩子是最熟悉的 唐老师经常调侃自己说 唐老师外表上有点猥琐 我猥琐吗 我肯定不猥琐 大家说至少我心里不猥琐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心里是很阳光的 外表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事情就由不得我了 对不对 还有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每天这么辛苦的工作 是不是不猥琐也变成猥琐了 懂我的是没有 在我眼中猥琐并不是贬义词啊 猥琐在我身上就是朴素 懂不懂 就是很朴素啊 懂我的是没有 但是在别人身上 一个意思啊 在别人身上是不是 还是那个意思 在我身上特殊对待 不是那个意思 还有一个大家有没有发现 唐老师还有一个词叫谦虚 大家有没有发现谦虚 在我眼中是个贬义词 哎呀你这人长得真谦虚 哇你这人考试成绩真谦虚 懂了是没有 说唐老师你这次考了多少分呢 我考了五分 一满分一百分 假如考了个二十分 唐老师你这个考试成绩怎么这么谦虚的 大家告诉我这个地方是保一尺还是贬义词 贬义词嘛 你谦虚干嘛呢 你骄傲一把行不行 对的 他说你这是考了多少 考了九十五 哇你真骄傲 是不是 好了 大家告诉我 小FX你说什么 连续 告诉我大FX是怎么了 可倒 可倒 而且倒数是不是就是GFX啊 回答我大F A是啥 零嘛 大家最高什么大FB是啥 你咋知道的 是不是你说的嘛 是不是这个AB订阅分是零嘛 那结果等于零 他老师问你一下 可以使用什么定理 如阿嘛 大家都如阿 是不是哪个男的特殊情况 是 那么一定会存在C 所以说一下子 如阿是K还是B 对了 CV与AB的内部 是不是使得大FPC等于零 啊 大家告诉我大FPC等于零 就是为了小F是什么 C等于零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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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了没有 行了 下面就会出现小FA 等于小FC 等于什么 小FB 统统是指 下面我可不可以不做了 还用不足啊 告诉我 这个用一次什么 如阿 什么这两个点用一次如阿 大家说 右边这两个点 是不是这样一次如阿 就会得到两个点的到处是零嘛 这样一次如阿 啊 要不要我写 我写一下啊 你们总是不表态 所以我心里面没底 所以我心里面没底 存在切到一 是属于A到C 切到二 是属于什么 C到B 使得FEP切到一 等于零 FEP切到二是吧 等于零 明白 现在我问你 你几节可到 二节可到 一节倒数两个相当 是不是如阿 还可以继续嘛 存在切到 V于切到一 切到二 是包含于什么 AB 使得FGP 你还没切到等于零 你看啊 你自己看 我这个定理啊 几分中的定理 和推广的几分中的定理 讲了多长时间 时间画的值不值 绝对值啊 是不是这样一来 大家就大概知道 怎么用了